配合鼓声用力滑水 端午期间爱河举办亲子龙舟活动 考验亲子们的默契 不仅如此 啦啦队大跳热血运员舞蹈 高雄爱河嘉年滑 现场大嫂朋友展现青春洋溢 今天天气很热 我觉得很好玩第一次体验 他们滑很快 然后我弟没有在做事 你觉得活得怎么样 很好玩 你有在滑吗 还是都看妈妈妈在滑 有 是我妈妈没在滑 为期三天的龙舟嘉年滑信 超过160支龙舟队伍参赛 比赛还没开始 外围就已经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今年爱河嘉年滑热闹满点 今年活动满档 从龙舟到市集 透过一系列端午活动 让民众看见不一样的爱河 今年有163队 不仅是在水上龙舟 还有飞龙在天 也另外有法国生活节 也见证我们在 爱河以及爱河湾 整个非常优美的风景 好久没办了 疫情之后 看到爱河的环境非常好 一直在进步中 除了有热闹的拉拉队表演 下午还有亲子活动和热闹事迹 虽然白天热量来袭 但依旧不影响民众性质 今年高雄龙舟嘉年滑扩大举行 也让大小朋友在端午期间留下 难忘回忆 人间新闻王山一高雄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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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 李宗盛